有 平常都有在騎腳踏車 騎鐵馬向前衝 侯家軍成軍首日 新北市新莊區議員參選人戴香儀 要為新莊注入年輕活力 可以看到其實新莊是一個很有活力的地方 我用著騎腳踏車的方式 或者是徒步的方式 來走新莊 來看新莊 來實際的了解新莊 首次脫離背後林 少了新北市長侯友宜 戴香儀從配角變主角 一洗牛仔褲輕便服裝上陣 主打親民形象 同樣也是侯家軍的呂家凱 也立刻動起來 土树三英區議員參選人呂家凱 走進老街指著高樓外牆 親自挑選廣告刊登位置 侯家軍積極佈局 傳出侯市長也隔空助力 就是侯友宜市長 他已經親自打電話給很多地方人士 包含里長跟地方的一些重要人士 請他們要強力支持 由他們新北市政府赤字 這些副法營人們 那我相信我們有人民 你有侯市長 那我們最後還是會勝出的 不要去分你們我們 我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那我覺得現在這個時間 去打口水戰 不如把時間花在更多時間 花在新北市民身上 一起來為新北市民奮鬥 侯家軍有市長來加持 綠營參選人嚴加戒備 傳出藍營議員也吃味 因為土树三英 除了現任四位藍營議員 拼連任 傳出無黨籍的蘇宏青 可能加入國民黨參選 再加上豪龍斌子弟兵也要選 如今再來一個侯家軍 土树三英藍營參選 大爆炸 那這邊本來藍綠的 這一個板塊結構 都是這個五五波 所以說按照我們的 這一個選票的結構 我們這邊要當選五席 應該不是什麼太困難的一件事情 挾著侯市長光環參選 但黨外盯著看 黨內有雜音 看來侯家軍將比一般參選人 肩負更大期待與壓力 進行網站 檢育林採訪報導 河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